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呢 还是要让大家看一段这个有意思的视频 那以后呢 狗哥在每天的这个节目里啊 都会努力的多放一些视频进去 那这些视频呢 会很有意思 同时呢 也会让大家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还有一个这个真实的世界 所以呢 大家呢 一定要看到这个最后 另外呢 还没有订阅狗哥频道的朋友 现在呢 一定要点一下这个订阅按钮了 并且呢 要打开小铃铛 这样呢 才能在第一时间 看到狗哥最新up的非常有趣的内容 好了 咱们先看视频 这个视频里啊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一场这个佛教的法事活动 那视频里的这位女士 很多人呢 可能也看出来了 这是李小林 中共前领导人 李鹏的长女 也是中国呢 非常著名的道德姐 因为呢 她呼吁过 要给这个全中国 每个人都建立一个道德党案 在这儿呢 我可多说两句 李小林这个红色公主啊 是在2012年 当时呢 她是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那时候呢 她就提出来一个议案 建议呢 要给每个中国人 都建立一个道德党案 要让中国人呢 知道什么是羞耻 以这个呢 来约束大家 那当时呢 中国的网络上呢 是一边倒的 在骂她是个傻逼 结果呢 现在呢 大家再回头看看 人家李小林 是不是傻逼 显然不是吧 人家提出来的 那个建立道德党案 其实呢 正在推行 就是中国政府呢 正在建立的 社会信用评分制度 2014年开始筹建 要到这个2020年建成 那这个呢 显然就是李小林 那时候说过的道德党案 其实呢 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呢 七年前 中国网民呢 是一边倒的骂李小林 这个道德表 认为呢 她的建议呢 很荒谬 都是无稽之谈 根本不可能搞的 结果呢 七年过去了 这个呢 当时看起来 很荒谬的一个东西 就这么一步一步的 要建成了 明年呢 就要正式启用了 那到时候呢 这个中国的网民 如果在网上 抱怨政府 那你的这个社会信用啊 就要被这个扣分了 扣得多了 这个高铁呀 飞机呀 就都不能坐了 这个呢 就是中国的社会 评分制度 给中国人建的 这个道德答案 那在以前 在这个狗哥的 这个视频下边的留言里啊 总是有很多的 中国人认为 中国的社会呢 会一直进步 以前这个很不好的东西 很多这看起来很荒谬的东西 比如说文革呀 阶级斗争啊 不可能在中国再出现了 但是狗哥呢 必须要告诉你们 一个社会的发展啊 总是会进两步 退一步 或者说是这个进两步啊 再倒退三四步 也完全有可能 那对以前的历史 如果说 不进行这个充分的 彻底的反思啊 那这样的社会呢 呃 他会退步的更快 这个呢 就是这几年 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 所以呢 七年前 中国网民呢 是一边倒的骂李小林 骂他的这个道德答案的提案 结果呢 现在啊 中国人的这个道德答案呢 马上就建立起来了啊 你不服不行 因为呢 中国共产党呢 专制各种不服 那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 就是李小林 在参加佛教的一场法事活动 那发视频的人说呢 这是李小林在给他爹李鹏 做这个超度的法事 呃 这个消息呢 狗哥认为呢 也比较可信 啊 一个原因呢 是 是李小林这个人呢 早就被曝光 他其实呢 是一名佛教徒 2015年的时候 他就拜了一个师父 叫赤仁波切 还拿到了一个法名 叫格丹 殃金错母 这些呢 都是这个有图 有真相的事 所以呢 李小林 是一名佛教徒 这个呢 是可以肯定的 另外呢 这个李鹏呢 是在今年的 7月22号去世的 啊 那按照这个佛教的规矩啊 一般的人 就是说 呃 不是什么大善 大恶之人啊 要在这个死后的 49天内 做这个超度法事 这样呢 他才能够 及时的转世投胎 那大家呢 掐着算一下 李鹏是 7月22号去世 49天 就是 9月9号 所以呢 这个视频最近曝光 说是李小林 给李鹏做这个超度法事 应该也是 这个可信度比较高的 那大家觉得 是不是很讽刺 现在这个 看狗哥频道的 狗哥可以肯定呢 肯定有这个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那党员同志们 狗哥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言 这个中共的 卓越领导人 李鹏同志 死后呢 被做这个超度的法事 是不是共产党 不能接受的事 是不是不能忍 另外呢 这个李小林同志 作为著名的 这个中共党员 曾经呢 也是著名国企的 这个著名的党组成员 公然参加 这个宗教活动 是不是也是违反了 中共的党章 是不是 就是中共 这几年呢 经常说的 这个双面人 所以呢 李鹏这一家呀 这个中国很有名的 红色家庭 是不是很假 到底是红的 还是黄的 还是黑的 李小林同志呢 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啊 狗哥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光在这个汇丰 瑞士分行账户里的现金啊 人家李小林呢 就有248万美元 中国的这个五毛啊 战狼啊 小粉红啊 你们这一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再下下下个辈子 是不是也挣不了这么多钱 所以呢 李小林给这个李鹏做法事 超度亡灵 中国共产党呢 在表面上呢 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呢 在这个狗哥看来啊 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呢 中国的佛教呢 其实也早就姓党了 这个佛教呢 和共产党呢 其实早就一家了 大家再来看一个视频吧 大家听到了 在这个视频里的这些和尚们啊 在合唱这个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在这个歌颂中国共产党 那今天呢 狗哥让大家看到这两段视频啊 其实就是反映了 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 共产党不像共产党 佛教徒不像佛教徒 大家呢 其实都是没有信仰 都是互相骗 为了这个金钱 为了其他的这个切身利益 在互相欺骗 那这个呢 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现实 没有信仰 金钱至上 互相欺骗 互相祸害 那这样的一个社会 这样的一个国家 你会不会相信 它真的很厉害 真的力量很强大 真的就是个这个战狼之国 美国都吓尿了 日本都吓哭了 台湾香港呢 就更不用说了 真的就可以在地球上 见谁灭谁了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 狗哥的观众里呢 有没有这样的中国人 真的是这么想的 希望呢 大家能够留言 让狗哥呢 知道你们的想法 那反正狗哥是不相信的 在以前的视频里啊 狗哥说过不止一次 说中国呢 其实是个纸老虎 所谓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搞这个一带一路 新型的军舰 像下饺子一样生产 各种先进武器 再过两个星期 这个十一大庆 肯定会在北京的阅兵上受 但是呢 狗哥还是要说 中国呢 其实就是个纸老虎 驴粉袋 表面光 为什么狗哥这么说 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一带一路 这个是习近平的一个大工程 是他上台以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政绩 但是 狗哥可以肯定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 其实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一个例子 就是很有名的中欧班列 从这个2011年开始 在中国和欧洲之间 沿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 开货运列车 要促进中欧之间的贸易和物流运输 但是结果呢 其实呢 很多开往这个欧洲的这个货车呀 上面装的集装箱呢 大部分都是空子 也就是说呢 这些中欧班列啊 就是在空跑 司机在这个中国和欧洲之间 拉着这个空箱子 来回跑着玩 那为什么会这么干 因为这个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 它这个铁路的运输成本呢 要比海运要高得多 所以呢 它就没什么货源 但是呢 这又是一带一路战略 是习大大要搞的事 所以呢 各级政府呢 还必须支持 即便是拉着空箱子 在跑着玩 也要把这个中欧班列的开起来 大家说 这是不是神经病 这个事件除了朝鲜 是不是没有几个国家 还能这么干呢 这个呢 就是一带一路的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举全国之力 让这个习主席高兴 这种事太多了 那以后呢 狗哥会慢慢说 另外 这个中国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呢 是中国的这些个五毛战狼小粉红啊 整天打鸡血的基础 他们就觉得中国军队呢 现在太牛逼了 每天呢 都有这个新武器研发出来 就可以见谁灭谁了 如果不是这个党中央拦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呢 早就把这个香港啊 台湾啊 日本啊 美国就全灭了 但是呢 今天呢 狗哥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解放军的真实战力 就说几个事 第一个 大概两个月前吧 也就是七月底 那中国大陆的一艘军舰 和台湾的一艘货轮 是发生了一个相撞的事故 结果呢 军舰上的一个大型设备 就掉落在这个台湾的货轮上 很可能是这个光电松索雷达 或者说是泡苗雷达 那中国海军的这个军舰呢 可能是这个056A导弹护卫舰 是一种很新型的军舰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设想一下 中国军舰的质量 这货轮发生了这么一个不大的碰撞事故 竟然这个雷达都掉了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样的军舰 在战时 究竟能不能用 是不是一发这个重机枪的子弹 就能把这个雷达给打飞了 另外一个事情 狗哥在以前的视频里也说过 今年六月份 中国海军的军舰访问澳大利亚 结果呢 被拍到买了大量的这个 婴幼儿配方奶粉 被拉到这个军舰上 要送回中国 那这个呢肯定是走私行为 狗哥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想一下 这样的军队 到底能不能打仗 做一个假设 这些军队呢 在返回中国的路上 如果遭到越南啊 菲律宾啊 台湾啊 日本啊 或者说是美国军舰的突然袭击 那军舰上拉的那么多的奶粉 到时候有什么用 第三个事情 这个中国的空军 那这几年呢 是不是呢 有经常呢 有战斗机掉下来 一掉下来呢 军队的这个宣传部门呢 呃 是不是就会说 是飞行员为了避免 撞到地面的居民区 然后呢 操作飞机来不及跳伞 结果呢 就英勇牺牲了 这种新闻呢 中国大陆的网友呢 是不是太熟悉了 掉个飞机 就说是 这个飞行员为了避免 撞到地面居民区 就英勇牺牲了 那现在 大家仔细的想一下 这其实呢 是不是 都是谎言 那世界各国的空军 在这个训练的时候 掉飞机呢 可以说是尝试 但是呢 好像只有中国 掉个飞机 就说是飞行员 为了保护地面群众 英勇牺牲 总是这套说法 那大家想 都是这种说法 那空军内部 还会不会 对这个事故的原因 进行仔细的调查 并且进行问责 如果没有这个认真的调查 没有认真的问责 那怎么可能吸取教训 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从这一点呢 其实就可以看出 中国空军的真实战斗力 你的这个宣传很假 都很僵化 那你的整体实力呢 肯定也会很假 肯定会存在这个态度的问题 这个呢 应该是常识 所以呢 中国的这个军队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其实战斗力啊 是很差的 中国人做事呢 从来就不认真 不会做到极致 总是这个差不多就行 这样的思维 大家想一下 中国的军队 怎么可能 有这个特别强的战斗力 而且呢 这个中国政府的腐败啊 这个呢 是大家公认的 那狗哥要说 中国军队里的腐败 比政府中的腐败呢 更严重 因为呢 中国军队 呃 更没有人监督 缺乏监督 就必然产生腐败 这是铁的规律 一个内部 非常腐败的军队 怎么可能 会有很强的战斗力 其实呢 中国人呢 应该是 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了 要不然 什么甲午战争啊 北洋水师啊 这些所谓 丧权辱国的历史啊 真的是都白血了 好了 最后呢 呃 再让大家看一段视频吧 这是人民日报的 推特账户转发的 狗哥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 分享 看完之后的感想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